哈喽,欢迎收看公民丁 这一支影片我们来聊聊公民德性 这支影片对应到康宣与男一国一下的第一单元 以及汉林第一特的第一单元 即将成为公民的你 除了年龄与没有受监督宣告之外 我们还期待公民有一些德性 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 如果你是老师的话 我非常建议您 可以在这边放一个小组讨论 先让同学们讨论 认为有哪些是公民的基本德性 我们应该有哪些德性 才能被称为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呢 我相信一定会有非常多精彩的讨论哦 而公民丁毕竟没法和你面对面经营讨论 我们就来看看各个教科书是怎么说的吧 男一提出三大方面 包括培养自主精神与自治能力 这样才能独立思考免费是非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期待别人帮我们决定事情 不能事事都只符合别人的意见 这样很可能最终会損害到自己的权益 另外也要善尽个人的权利与义务 不侵犯他人权利 这是培养自主精神与自治能力的内涵 接下来要能尊重与肯认不同价值 也就是要能有虽然我不赞成你的观点 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的精神 面对这些不同之处 要尝试共通妥协取得共识 才能维持和谐与安定 最后是捍卫正义与增进公益 对处境不利的人伸出援手 这样才能促进与实现社会争议 康顺的部分相当于把男一的第一点分拆 变成充实知能积极参与 以及遵守法律发挥道德 这部分比男一多提到的要对相关议题具备基本认识与共同能力 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其他部分则是大同少议 最后和您的部分区分成五点 主要是把理性思考相互尊重再次分才 变成理性与独立思考 不要盲目跟从别人意见 这部分也跟男一的培养自主精神互相呼吟 而相互尊重则是男与康炫都有提到的内容 以上就是三个版本所中原的公民德系 我会建议各位不要去硬背到底有哪些公民德系 你该做的事情应该是去思考 为什么是这些公民德系 如果没有 我们的社会会变得怎么样呢 我已经具有这些公民德系了吗 如果没有 我又该怎么取得呢 而如果是在课堂上的话 我会非常建议你可以跟同学们讨论 这三个版本提到的公民德系 你同意吗 是否已经够完整的呢 还是有些部分是可以删除的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 公民丁 下次见 拜拜